台北市有一位流姓的问奖 因为不满政府只顾内斗不拼经济 留下了遗书自尽 用死的方式向马英九总统提出谏言 不过建建会主委管周敏 被媒体问到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 管周敏昼美反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样的态度被外界认为冷血 而对此问奖的儿子杨子广 情绪非常的激动 面对我父亲的死 他说这个问题不该来问他 那什么问题才来该问你们呢 那苦民所苦不是你们的问题的话 什么问题才是你们这些官员的问题呢 讨好上级吗 我不懂 你告诉我 你都想去自杀了 不要 拜托不要 我相信你们都有子女的 我不希望你们的子女 面对我现在这个问题 面对我现在这个痛苦 做不好 你就下台 你就离开 难道下台离开比死还难 你宁可去死 你都不愿意去对事情负责 以死作为建言的问奖的儿子杨子广 他崩溃痛哭 久久不能平复 他也呼吁大家为了让问奖父亲的离开变得有意义 9月29号请民众走上海道 用人民的力量改变政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